我是安祖 我喜欢收集声音和旅行 我来台湾已经17年了 也到过很多地方 但我想这一次的旅行 一定会很不一样 因为我有一位 很不一样的伙伴 我是欣婷 喜欢运动和跳舞 我经常到处去表演 却很少单纯去旅行 这一次我要放慢我的脚步 好好的体会一下沿途上的风景 期待有不一样的收获哦 胜利803 1979年出品的柴油车 是早期所谓的野鸡车 常常在火车站旁边兰克 不少人出了站之后呢 需要靠它回到偏远的家 我们将要开着它 沿着公路去寻找声音 还有声音背后的故事 1、2、1、2、3、4 载人载女来去 来去吃手送机 金鸭心狂灿烂 东西围团理 是还是 来去吃手送机 我要去 我要去游浪不知名的 漂亮的 冬听的 埋藏许久的 开着时光车 寻找套房 可以敞开胸膛 可以预订到声间 翻唱唱起床 团阅 Princess 哎呀 哎呀 哎呀呀 哎呀呀 哎呀呀呀 台九線又叫後山公路 貫穿東部所有的縣市 北起台北市 南起屏東風港 全長476公里 是目前台灣公路系統裡 里程最長的一條公路 過去台九線 是台灣東部對外的唯一道路 許多人求學 工作返鄉都離不開它 說它承載著台灣東部居民 從小到大的記憶 一點也不為過 下一集我們要從花蓮的副里 由南往北穿越花東縱谷 抵達花蓮北邊 秀林鄉的和平 總長約152公里 花東縱谷 不單有好山好水 還生產好米 這個時候 剛好是擦秧的季節 田裡不是還盛開著油馬菜花 就是翻了土 泡水準備擦秧 我們的起點就從 富里的羅山村開始 在羅山村 土生土長的鄭大哥 要教我們怎麼擦秧 對 喔喔喔喔 所以現在它是 這樣比較舒服 這樣比較舒服 這個有分大睡嗎 對 來 手再點一下 你現在看一圈 我來 手綠 綠綠 綠綠 切開 這樣切開 走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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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腳怎麼黏 好 好 等一下 手這樣 打給我炒 這樣就好了嗎 我清頭 先走過來 你清頭對上去 這樣嗎 這樣嗎 這樣可以嗎 我知道 跟我剛才想的完全不一樣 我還想說你要把它擦進去 你們看好 這炒 他們撒起來是平常 像他們補一樣 他現在炒起來 就是這樣 他會停 喔 我的動作很帥 對 這樣撒起來 對 這樣撒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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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一樣的意思 現在你看到現在 現在炒起來 我會打到這裡 不會金水 擦陽的動作 看起來很簡單 做起來缺一點也不簡單 等一下喔 我腳撥起來 這樣嗎 對 還好 農田大部分的面積 都可以用擦陽劑來擦陽 只有角落邊邊才需要用人工 這裡的小朋友在還沒學會開車之前 就已經學會怎麼開插陽機耶 會不會很難開 不會 不會啊 開車好玩嗎 很好玩喔 很好玩喔 最難的地方是什麼 很深的那個地方 喔 它比較難開是不是 它會怎樣呢 真的 就會這樣 會卡住嗎 可以卸下去嗎 那你以後長大想要繼續 種田嗎 還是想做別的事 修車吧 修車 修車喔 所以你對車子有興趣喔 難怪你想要開那個車 那你有開過真正的車嗎 沒有 哈哈哈哈 會滿十八歲不能開車 是不是 你看 好小規矩喔 心情 你壞壞 三面環山的羅山村 地形就像一個本機 加上有獨立的灌溉水源 羅山瀑布 這樣優越的地理環境 讓羅山村 免於受到鄰近區域的污染 進而成為台灣第一個 全村施行無獨農作的游基村 對方的名牌 對方的名牌 做到游基村 做到游基村 是很難過 前兩三年很難過 受到四五成 然後當我們做 人家的成績 知道 有得到 有得到 對於我們做的 還有一些 魚類的 什麼 空氣又好 我們成績 起來 我們在做 做起來 大家都是共同 才說 不真的都做到 沒有太愛做 就是有沒有一個時間 你終於覺得說 其實我們做游基 是可以的 會被外面的人認同 有 就是我們做游基 我說台語 做游基出去 我們做一個 米一個出去的時候 台北山外國 來進來 來先買 看看 米好吃 因為我們水 我們水完 水很好 就是他的米質 吃起來 求 人家說 我們的心態 就 好像幾乎 開心 就越想越研究 做得好 吃得好 算說這幾年 有到以前 比起來說 村內一些少年 有慢慢回來 我們村內 比較多 有 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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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回來 算說 如果回來 做一個 做一個 床 回家 做幾乎 多少 都回來了 真正是少人 六七十五 現在就有到 七八十五 有這間家 人口越來越多 像我以前的辛苦 那時候 那時候 沒什麼愛 但是 做到現在的 感覺 我現在 有需要 做 做 有機的工作 我 是有 我們是有 有 有 讚 動 這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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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所有的 幫忙更做的 那一些人 嗯 他們的鄰居也好啊 朋友也好 有沒有一種 嗯 跟都市很不一樣的感覺 就是像 我今天插秧 然後你們可能 今天不是插秧的 但是你們會過來 一起吃飯啊 對啊 他們剛剛就是這樣講 對 那明天或是下禮拜 換你啊 那我可能已經插好秧了 那我就跑去你們那邊 吃飯啊 喝點小酒啊 沒錯 就真的就是像一家人 不過就是因為喔 我覺得 大家都有一個 共同的辛苦 嗯 要做一樣的事情 所以當你休息的時候 大家一起吃個東西 喝個小酒 那個感覺氣氛是更好的 嗯 對不對 就像我們今天 啊 我才知道原來在天裡面 走路這麼難 真的放不開 是啊 沒關係 我好想要來這裡住喔 我感受到這裡 真的是讓我覺得說 生活就是一種享受 嗯 我看我們這四天啊 這個旅程啊 我們就可以用這樣的心態 去認識花蓮 我們可以 好好的去感覺到這個 步調 比較慢的地方 好 那我要開慢一點喔 你可以大概 用比我走路快一點 就好了 哈哈 離開羅山村之後 我們到瑞穗騎單車 好 等一下我再往前 好可以了 為什麼選擇瑞穗的自行車道呢 因為我們騎的是協力車 我可不希望有太多的上坡 放心吧恩祖 我可是個馬拉松選手 倒是你 不要因為我看不見 就偷懶喔 那你爸 你爸媽來台灣的時候 你們也會一起去騎車 會啊 你們都繼續哪裡騎車 像上次他們來的時候 我帶他們去觀山 然後在觀山也繞了一圈 然後看一下稻田啊 去看一下台灣 向下的那個風景啊 對啊 他們也很喜歡 對啊 對啊 也真的 下次我可以帶他們來這邊耶 真的 其實 你看台灣那麼流行 騎車還台耶 在美國 應該不能騎車還美國 這很累耶 好 哦 鳳梨 你好 再把那個鳳梨裝箱 欸 鳳梨花 鳳梨花 你看這個尾巴很漂亮啊 所以它是因為它的上面很漂亮 所以過年啦 現在上次都擺在桌子上 哦 你們這個要給人家過年要擺桌子用的 所以這個不是吃的 不是吃的 不是吃的 不好吃 擺桌上 擺桌上的 過年要用的 你看你摸這個 對啊 它的花很大耶 對啊 好大喔 這個熱水箱裡邊 它有幾個色彩 有茶葉 還有茶葉 有酸梅 有鳳梨 哦 還有鮮奶 鮮奶 鮮奶 現在上去都是牧場 對啊 鮮奶 你現在上去都是牧場 不打擾了 對啊 我們繼續工作吧 好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阿媽 新年快樂 小朋友 新年快樂 我們新年快樂 我們在騎車途中 看到一棟很有味道的燕樓 安竹你說得對 這房子真的很有味道 聞起來就是發霉和回塵的味道 我想這燕樓應該很久沒人用了吧 這個地是因為需要工作上這麼地 還是本來地 沒有 這個本來就那麼地 因為以前那煙葉從綠色藥跟它烤 烤成我們現在吸煙的金黃色的話 就要用熱氣把它乾燥 把它悶 悶黃這樣 那個上面有沒有 一格一格的話 它的煙葉的話 就是用這個竹子 一根一根一根 掛上去 那煙葉的話就是綁在這裡 這根竹子上面 這樣子掛著這樣子 然後在那個 這樣吹下來的 對 煙葉的話就是一片 一片現在有種 你們有空嗎 可以去看一下 這還有在種喔 還有 還有人有在種 那一層一層的話 從這邊往上爬的話 就要兩個功能在上面接 接著上去 那要熏多久 熏的話差不多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 是火有習慣嗎 還是就要一直燒 一直燒火 就是24小時嗎 對24小時都不能休息 因為它那個熱度的話 它有從 綠色 然後慢慢變黃變黃 它那個溫度要慢慢增高 所以你小時候有這個 有這個記憶嗎 就是你記得那個 小時候的味道嗎 有 對 有那個 就很像我們吸 我們的菸 有沒有抽菸 那個菸 但是比那個還嗆 嗆大 所以熏的味道 比你真的抽的時候 那個菸味還要更嗆 還要嗆 對 因為我們的菸做的話 它有經過香料的調配 所以說沒有那麼強大 所以那個時候在弄的時候 你打開門 然後吸一口氣 那個的話 就是等一包便 一包這樣 對 稻瑞一歲騎車 卻意外參觀了菸樓 運氣真好 更難得的是 我們還看到 罕見的菸草田 明天我們也是要去拜訪一間 很有味道的老房子喔 不要走開 跟我們一起 吹下去 大家請開動 謝謝大家 我們今天來到 豐田車站旁的一棟日式老屋 這棟原屬於鐵路局的 八十歲老房子 原本在2008年就準備拆除 後來經由豐田車站的前站長 四處奔走 才將這老房子搶救下來 只是搶救現在的老屋要做什麼呢 它變成一個讓當地孩子 學習付出和收穫的二手商店 五位屋 我陪在你旁邊 但是你講話了 這是 這是 你怎麼慈窮了 這是那個啊 家電啊 家電 咖啡機 這邊 它是蔬果汁機耶 對 這個好幾個 好幾個 很多個 對很多個 而且它有不同的表情耶 怎麼會有這麼多一模一樣的東西 有時候是可能有一些人他們開了店 然後結束營業的時候 他就會把一批物資就這樣擠過來 對 所以這也是我們有時候收到就會覺得 雖然收到很開心 可是會覺得對方可能結束營業了 所以它背後的故事應該有一個很酸很酷的故事 對 這個店名取得很好耶 真的 五味雜陳 真的 你好棒喔 你有講到一個 陳語 講陳語 學到了一個陳語了 太棒了 好 先拿一個李拉琴給 我們在做 在做李拉琴 知道李拉琴嗎 我不知道 它也叫豬琴 是邱比特拿的那一把琴 Ocean 對 對 對 都自己做的 對 當初是怎麼會來的 為什麼會來這裡呢 我會來這裡買東西 然後靜靜就熟了 就熟了 然後就在這邊做李拉琴 我們平常都會在店裡面幫忙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商店的部分 那有時候也會有些學習的活動 像做李拉琴 那也有一些比如說像要彈烏克力 學吉他這樣子 很好玩 很好玩 這邊很多事情可以做 對 你們呢 有沒有人喜歡菇店呢 我滿喜歡的 你滿喜歡的 你最喜歡哪一個部分 開箱 開門 開門 開箱 開箱 把箱子打開 開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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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箱的心情如何 緊張 緊張為少 沒有啊 你不知道裡面是什麼 不知道是什麼 不知道是什麼 哇 這一箱有什麼東西 給你 開箱嗎 好的 第一個 玻璃 對 那你猜就是幾年的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答對了 你真的看得到 對啊 不要再騙我們的 他寄了很多小朋友的東西來 所以我想應該是 就是這一戶人家 都是小孩 對小朋友 對長大了 然後寄過來的東西 開箱整的時間很有趣的事情 透過裡面的東西 你可以想像寄見人的故事 這個箱子裡的東西 都包裹著乾乾淨淨 整整齊齊 看起來是個 細物愛物的捐贈人喔 你是哪裡人 我是台中人 台中人 那怎麼會有因緣來 就是 我在媒體上面看到 吳薇屋的介紹 然後就 對吳薇屋這個地方 很有興趣 所以 所以就來工作 對就來工作 其實他整個搬過來 其實需要相當的決心 然後 對不對 對啊 也是要有勇氣吧 對 因為跟原先的生活也是差很多 對 因為跟西部的都市生活 不一樣吧 形態是很不一樣的 那你來到這邊 最大的收穫是不是 最大的收穫 在這邊其實可以跟 我們每天都要跟孩子相處 那我覺得最大的收穫 是你在這裡其實跟孩子 學到了很多東西 很多事情是 我們覺得 比如說剛剛大家看到他們在磨木頭 可能大人就會磨一磨也覺得 其實是很沒有耐心 想把這件事情做完的 可是孩子他會很專注的 想要做這件事情 然後他會把那個木頭 就是很耐心的磨 他們其實已經磨了三四天 對 就是磨這個動作 一直磨而已 可是他很想要看到 我把東西做完的感覺 對 那我其實也在孩子身上 就看到原來他們 很堅持的做一件事情 很專注的做一件事情 會不會跟都市的小朋友不一樣呢 我覺得都不太一樣啦 對 那這邊的孩子他們可能 在客業上的表現 可能沒有這麼的好 跟都市上面有一些落差的 對 那但是他們很喜歡 就是比如說 像剛剛問了俊成說 單車你 他早就會修了 這是他們從小就生活 就一定要做的事情 所以他小時候 他因為要騎單車上學 那這裡的單車店其實很少 修單車的店很少 所以他單車壞了 他得自己要會修 對 所以他們這邊會很多的是 跟都市小孩比較不一樣 是他們可能會比較多的 生活的技能 對 像有一些孩子 他國中國 國中高中就很會煮菜 煮飯這樣子 那些都是我在西部做不到的事情 對 所以來這邊其實發現 孩子他們 他們帶給我們很多東西 一 二 三 大家請開動 謝謝大家 五味 五味雜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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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特別的一個名字 五味屋 想不到這些東西 是因為人家經營失敗而送過來 的那個心情有沒有 或者是小孩子都已經長大了 對 對 或者你看到一個歲月 一個流氏 然後對 因為小孩子長大 所以他衣服不需要了 但是這是另外一種心情 對啊 有好的 有不好的 所以我覺得名字 實在是覺得很特別 其實我覺得這些小孩子 他們有這樣子一個環境 算是最好的教室 你知道嗎 沒錯 因為你在上課的時候 當然會學到一些 什麼數學啊 什麼國文之類的 嗯 但是你要學到 這樣子的東西的話 就是 要怎麼 要怎麼分類 或是要怎麼賣 對 或是要怎麼樣定價 對 或者是要怎麼樣 讓這些東西 就可以離開這個店裡的時候 要讓他進來 要讓他走了 就陪他走這一段路 我覺得這個是很難得的經驗 那是學校學不到的 學校絕對學不到的 對 離開五味屋 直奔花蓮市 我們要去一個同樣 為青少年設立的地方 叫做飛旋屋 五味屋賣的是二手商品 而飛旋屋賣的則是 雙手雙腳 他提供的是一個青少年 可以活動筋骨的地方 天啊 在試著趴的時候 已經覺得很難了 沒想到正式上課 老師還指定特定的熟點跟腳點 但小朋友好像一點也不害怕 把難題當作遊戲來玩 加油 一君加油 加油 一君加油 加油 加油 一君 我們是三君嗎 我們是三君嗎 妳剛剛有贏 來 啊耶 加油 好笑喔 我以為我們一君好激動 二君也很激動 好累喔 好累喔 加油 踩回去 踩 踩 有出去 有摸到嗎 換我的 當然啦 你要先上 這個 這個兩手抓的地方 對這個叫起攀 起攀就是兩手抓住他 雙腳離開地面 你要到這裡 直接往上 你摸不到的點 大約是 三公尺的高度 好然後開始往左邊移動 很好 好厲害 幸霓加油 可以很好很好 然後把重心往左邊移動 右手回到你剛才抓的葡萄 對左手這個葡萄給右手 欸 有葡萄 真的啊 對好 左手往上抓就有了 對那個 小心頭 然後左手往上伸就有了 左邊 對感 對 想辦法兩手抓住他 因為有攝影機 碰到攝影機 碰到攝影機 NICE 剛才有看過這個葡萄 他爬了嗎 有 他是看不到的 大家剛才知道 所以我們也可以隨便讓招 他很厲害 不要小看好了 駿童幫他一下 好 橫度 沒有再支 隨便招 你只能選Open點 這個 那是可口子點 那是可口子 那是可口子 Open 好 這是Open 我看不到 要來了 小心會抓到頭 Toni 新來了 現在沒有 搞不好 現在沒有 那是那種白色的 我發現他們對於這個環境蛋 就是說連蒙上眼睛 其實他們都還是有一定的熟悉度 好像似乎不太難得到他們 尤其 這個俊榮 不用 那個 不用經過教練的引導 自己就爬下來 像你們在爬的時候 你都知道你在哪裡嗎 還是會不會就是有的時候 你覺得 嗯 我現在有一點不太清楚 哪裡有什麼東西可以抓呢 應該不太會 不太會 就摸一摸 就大概記得 你都背起來了 不知道 不知道 我們有一個動作叫做onsight 有一個喜歡就是onsight 就是上牆壁之前 你要先觀察你的路線 所以就是先背起來 等一下大概要做什麼動作 手要抓什麼 腳要踩哪裡 所以他們有好好練習這一點的話 就沒有問題 可是他們其實平常上課很用心 所以都很輕 是吧 你平常上課是不是很認真 有 所以你剛剛眼睛蒙起來也不會怕嗎 那點頭是什麼意思 哥哥看不到 對啊 我看不見你不能跟我點頭搖頭 你還要跟我用講的 你也不會怕 你也不會怕齁 你也不會怕齁 開玩笑 非常習慣 怕什麼怕齁 對嗎 對 那我很好奇說 就是當初這個Fashion屋 他的目的就是要 要針對小朋友 就是可能就是比較 沒有其他地方去的小朋友嗎 還是 最早期的時候是這樣子 大概十年前差不多是這樣子 花蓮這個地方 跟其他地區很不一樣 就是 在一個隨便一個國中小學裡面 單親 或者是隔代教養的 或者是失親的 這些加加起來 可能超過三分之二的學生 有這麼多的家庭是這樣子的 所以其實我們很容易找到弱師租去 對 那我現階段在Fashion屋這邊的話 大概是一半一半 對 我們用攀岩 或者是用其他的才藝課程 吸引小孩子進來 那進來我們就可以跟他們接觸 就可以互動 那他們也不會到處亂跑 那現在他們很喜歡攀岩 那剛好我也很高興 我就把電腦就是關起來了 大家不要把電腦 嘿嘿 今天去的五味屋跟Fashion屋 都跟青少年有關耶 嗯 我感覺好像年輕了十歲 可是也讓我筋骨痠痛耶 那就讓我們一起來鍛鍊一下吧 哈 還要鍛鍊什麼啊 這樣下次才可以再來找他們一起玩啊 吹下去 又是新第一天 新的旅程 聽說在花蓮市重慶路上 有跳蚤市場可以尋寶 我們去看看有什麼稀奇古怪的寶貝吧 他們有冰啊 這個啦 安組 好 好 那我們可以雙人組囉 你拿那個我拿這個 冰淇淋 冰淇淋 你要幾球 冰淇淋 三球 五十塊 美金 真的 老闆你賣這個多少 這個六百塊 六百塊 因為它是銅的關係 它是銅的關係 是說這個嗎 對 銅的 真材實料 因為我看到這種會發出聲音的 會有點心動耶 你知道嗎 為什麼呢 因為我 我喜歡收集聲音 對 你可以便宜一點嗎 老闆 可以 好 五百塊賣給你 聽一下聲音 對 這是第一個 你要說哪一個 那個都是 對 這聲音聽起來 還滿 比較有氣質 這個是不是比較好 比較有氣質 你選對了 這個紋路啊 對啊 那你摸另外兩個 另外兩個 對 它沒有紋路 這也沒有 可是這個聲音 這個聲音比較 有點像風鈴 會敲得那個 比較清脆 聽到了會想買冰淇淋對不對 會想買對不對 沒有 我聽這個 那我不要買喔 這邊 這感覺是 哈根大師的冰淇淋 喔 比較高級的那種 高級冰淇淋 那我要買這個 對 幫我留一下 OK 哇 野狼一夜五 你們今天幾點來 我們都四點多 快要五點 這麼早 四點半就來 喔 那天黑了 對啊 摸黑出來 還沒有亮的時候 對對對 這是什麼 什麼 什麼 紅田 喔 這也很漂亮 自己賺錢啊 自己賺錢 用啊 你自己開車過來的 自己擺出來的 對啊 沒有辦法 每天都要上下貨耶 對對對 很辛苦耶 都去哪裡找 不一定拿 那有的 我們也是有的 在高雄拿的 高雄喔 對 高雄 台南 台北 台南 台北 這樣 到處跑耶 好像都是去比較遠的地方 這裡比較沒有的東西喔 對 而且這裡比較看不到的 對 對 因為這邊 我們這邊拿的很貴 比較貴 我們自己去拿 比較便宜一點 比較便宜一點 你當初怎麼會想要做這方面耶 這個 對 年紀大夫子啊 沒有辦法做 以前是在炸雞 炸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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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賣不出去 明天還在賣 炸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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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不會錯的 這個跟三百年也沒關係 對 跳蕎市場裡 什麼東西都有 什麼人也都有 我們後來在路上 遇到古董收藏家林阿伯 他帶我們去參觀 他超級大的收藏室 我趕緊請他看我們買的東西 看有沒有撿到寶貝 這就是... 這個屬於這裡 稻椒 你知道嗎 稻椒的 阿伯,這不是吃烏冰的嗎 不是啦 稻椒 那時候練這個 他的咒語 咒語,你聽到嗎 咒語 咒語面咒語 練出來 有收藏 他都很高興 他沒有收藏都跑掉了 不敢聽他的聲音 這個是跟他說 做法 做法 你知道嗎 做法 做法 法式嗎 對 原來安卒買的鈴鐺 是做法的法器啊 這樣要拿著鈴鐺去賣冰淇淋 可能會怪怪的吧 不過安卒 你可不能怪我 你明知道我看不到 你還要我幫你挑 還好 後來我們去花蓮文創園區溜冰 我發現這鈴鐺還蠻好用的耶 對 左邊 左邊 好 就跟著我 跟著我 你現在會不會不好走啊 跟著我走 不會啊 不會啊 好,轉彎 轉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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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差一點 你會不會更累啊 不會啊 這樣拿 我忘記了啦 你要拿那個鈴鐺 好,停 呀 拿那個鈴鈴 拿鈴鐺 來囉 來囉 抓鈴鐺 OK 你很會了耶 你換錢你要跟我走 好 那你要這樣子 那我閉著眼睛喔 沒有 沒有,你要這樣跳 要跳喔 要這樣跳 安卒走囉 好 這個可以玩都覺得 今天早上 我們的尋寶算是收穫豐富 接下來呢 我們還要繼續去尋寶 但尋的是花蓮的文化寶藏 我們要去修林鄉 找太魯閣族的音樂家 彼得洛烏嘎 聽聽屬於花蓮這塊土地的聲音 請你摸到這個竹子 對 這樣子喔 喔 這個竹子喔 我們以前的老人家 我們以前的老人家 他說 你如果要去取這個材料的時間 大部分都是在年底以前 年底以前 對,年底以前 而且你這樣子 年底以前的材料 你去採的話 你做出來的作品 會比較好 聲音也會更好 比較有彈性 有彈性 你如果都是在年中之前 夏天的時候 對,那個都 聲音會不好 這個是老人家他們交代的 這個採了以後呢 還要陰桿 還要陰桿三到六個月 這麼久喔 對 我以為是三到六天耶 對 我以為是三到六個禮拜 三到六個月 其實這個東西 你不管是採怎麼樣的一個 你是要做那個 短笛或者是獵手笛 它的主解一定是在第三個以上 第三個或者第四個 從下面開始算 對 是不是太硬了嘛 然後 最尾巴那邊也是太軟了 我們要取的是這個中間 中間這一節 對 對 哇 在這裡 聽起來感覺又不一樣 又不一樣 真的 因為我曾經有參加過五燈獎 五燈獎 我那時候我那時候比較正紅的時候 你是參加歌唱的嗎 歌唱的 我是在張惠妹之前 真的喔 那你的結果呢 你比到哪一個 過關啊 真的假的 五度五關喔 五度五關 我是八十一年過關的 然後 八十二年我就搬回花蓮了 滿有趣的 很多人可能會覺得說 你唱流行音樂 應該就會想要當藝人 或是想要往那個方向去發展 結果你是回來的 對 後來就開始 就去採集老人的那個 天氣調查 對 就是去問老人 以前的歌是怎麼來的 你是從小 就離開家鄉嗎 還是為什麼你 小時候 不會想說 就去多了解你們 族裡的文化 而是到那個年紀才想要去 開始了解族裡的文化 嗯 這個你問得好 那我當時 我當時從小呢 我都是跟 有文明的老人家在一起生活 嗯 是喔 所以小時候就有 我小時候就跟老人家在一起生活 嗯 那當然我那個時候沒有能力工作 嗯 可是我只是 陪著他們身邊這樣子 然後玩耍啊 然後聽聽他們的鼓調啊 這樣子 然後在我的 那個印象裡 就有 產生這樣的一個 那個記憶這樣子 嗯 我可以問你的自己的文面的事情嗎 可以啊可以啊 因為現在很 其實沒有看到 年輕人是有文面的 我會有文面的原因是 因為我們每次去表演的時候 嗯 那我的 我的妻子啊 就是薛老師 嗯 她都 很辛苦的 就用畫 就用畫的這樣子 用什麼 眉筆之類的 嗯 所以 以其這樣子 我就 就去問我的 老人家 嗯 問我們當地的一些騎勞 嗯 我說 文面要有什麼資格 我們從小的時候 這個文面 額頭這裡 我們差不多 大概七八歲的時候 額頭這裡 額文這裡 就要開始 畫上去了 嗯 那這個意味的是什麼 這個就是 嗯 族群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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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說 你是泰國歌 對 嗯 就是 額頭上 大概就是這樣子 到這個範圍 它跟你的手指一樣寬 對 大概就是這樣子 到這個範圍 然後 它跟你的手指是一樣的寬度 一樣的寬度嗎 然後只是說 一個顏色這樣下來 它是一條交錯 交錯這樣 沒有交錯 就是一條線 一條線 就是這樣子的 橫的 對 很細 有框 很細 兩邊是有石 有一個框 嗯 老人家在講的 他說 這個的話 就是資格文 哦 下面 上面是什麼 上面是竹 竹群識別 竹群識別 這邊就是資格文 我文面 我說實在的 我是以獵人的身份去文面的 老人家就是說 你只要抓到三隻 有 有繁殖能力的三柱公 它有獠牙 要公的 要有獠牙 獠牙 對 要有獠牙 一上 才能夠聞這個地方 有一次啊 我去 擺那個 文化市集的時候 突然間有一個 好像獨幼稚園的小朋友 跟著阿嬤走在 就是一個文化市集的一個 路中央 然後就 剛好跑到我的湯圍那邊去了 的時候 我就站在那邊 我都不講話 那個孩子就一直看我 嘴巴張開這樣 幾秒鐘不到十秒的時間 我就打哭了 哇 好像被 被嚇到什麼 好像是瘫到什麼樣 中邪了 阿嬤把他帶著還是怎麼安復他 他的阿嬤馬上往他的那個臉那邊 打他 他很大聲耶 打過去 拍誰啊 他還很尷尬喔 那個阿嬤跟我講說拍誰拍誰 沒關係小朋友也是 有時候看到我的臉也會嚇哭了 你知道嗎 我的 我的嘴唇受傷了 你被 你被 你被口黃情談到 談到那個人的嘴唇了嗎 對 你知道嗎 我 我 我離開之後 我就有一種感覺就是 唉 所有的事情都需要時間了 對 我告訴你 我剛剛 他那個 比較 送我的時候 我還吹出聲音 真的嗎 沒聲音了 怎麼會這樣子呢 我會覺得說 我到底是怎麼了 有一點時間不夠 你要花多一點時間 是的 他們的 主理的那個 文化也是 面臨一種 文化的斷層啊 像他說他小時候 他阿嬤 或是阿公阿嬤 他們可能就是有吻面 但是他爸爸媽媽那一代的人 就沒有 所以如果是沒有像他這樣子的人 對 願意就是 想辦法 就 就把那個舊的傳統找回來 對 回歸傳統的話 對 那可能這些東西 真的會消失 我們進入旅程的最後一天 花蓮一下有石頭故鄉之稱 也吸引許多石雕藝術家來這邊創作 我們今天要去花蓮的新城 拜訪石雕家楊丑音 由於他是聽障朋友 所以我們請了手語翻譯老師 莉妹來幫忙 請拳頭放在鼻子前面 這是你好 你好 然後你要面帶笑容 然後說謝謝 大拇指出來 然後鼓鼓 這是謝謝 就點點頭 謝謝 你好 謝謝 你很棒就這樣很棒 很棒 就大拇指 很棒 莉妹老師 我們發現你講話的時候 就算是用嘴巴講話 你的手還是會動 還是會動 因為這個職業病 還是習慣到手會動 你會把手綁起來 不會啦 真的就是習慣 像我 像我自己本身 因為我們常常跟人家走路 我們不是要人倒吧 對 那像因為這樣很多 大部分是做按摩 你知道嗎 像我以前 然後不要從做按摩的時候 也有這個習慣 我搭著你的手 我們就是無意識的 我手就會不知不覺的幫你 他開始幫你按摩 明明就沒有要按摩 他就幫你按摩 但是 經務學說讓我變得比較勇敢 因為譬如說 可以聽上朋友去買東西 他要殺價 可是我是一個不敢殺價的人 你是分醫院 你要幫我殺價 然後就被人家 越勇敢去嘗試很多 你以前沒有接觸過的事情 所以你也是透過他們 去做一些你自己不敢做的事 好的 我們到了 那個 嗨 你好 養蟲魚老在你的前面 所以你要不要跟他打個招呼 你好 他說你看得到他嗎 我的心裡面看得到你 可是看你好像跟一般我們正常人一樣 對 對 他跟你握個笑 對 沒有 欸 仙婷你可以來摸這個 這個也是 他說 這個是 好像比較成熟的瓜石 成熟的果實 成熟的果實 瓜果 然後這個是比較像小孩子 還在長 還在長 這個是像小孩子 像小孩子 對 像小孩子一樣 然後還有花 先開花然後會結果 對 這個 你可以問一下就是說 他的這些創意是怎麼來的 雖然以前 我還沒有這樣的想法 因為做了很多 很多葉 有看到有葉子 先從葉子開始想 葉子先有開花 有葉有花有果 然後顏色 那因為剛好這個石頭 跟那個金瓜的顏色很相似 所以我就想說把它拿來做 做我的創作作品了 所以如果他的紋路跟你原來想像中是有差別的話 就是要臨時改你的設計圖 對對對 是的 不簡單耶 一路這樣摸過來 往右邊摸過來 你的眼睛 零片 魚棋 魚巴 這條魚 嗑了多久啊 這個台灣魚的話比較硬 所以差不多要 它的硬度是7度 對 硬度是7度 滿粉式的 然後一般軟魚的話是4度左右 然後這個更硬 這個差不多一個月的時間完工 然後因為它比較細的地方 才要還要再去琢磨 所以一個月的時間完工 摸得出來很多細的地方 最硬的是10度嗎 7 最硬的是7度 就是這個喔 7跟6跟7 哇 這就是最硬的石頭 像一般的話師傅在刻的話 根本不接受這種7度的硬度 欣賞完老師的作品之後 老師帶我們到西邊 教我們怎麼認識石頭 太大了吧 這個石頭 這怎麼拿 這應該很 哇 這個呢 很重喔 很重 很重 這應該好吧 感覺有沒有很沉 很重 有 很重 這個呢 輕啊 比較輕 這比較輕啊 感覺差不多嗎 感覺差不多 感覺差不多嗎 可是差不多的話就要看 如果都是很沉的石頭的話 你要怎麼來看這個石頭 去敲敲它 敲敲然後呢 看看有沒有紅紅的 有有有有紅紅的 有 看到喔 真的 你可以看 結果切 就看到紅紅的 你如果是看到這個 你會掉什麼呢 馬上要有靈感 很難要回家慢慢想 想的時間花時間去琢磨才知道 看著它嘛 要跟它相處喔 要跟它相處 要摸摸它才知道 我發現在起床上找石頭 有點像我們昨天在逛跳蚤市場 有時候要找到你想要的石頭 可能需要一些緣分喔 我覺得很好玩喔 我們去那個 去切石頭的時候 就看他們怎麼切那個大塊的石頭 就我跟那個立美老師 我們是 我們是蓋住耳朵 因為太吵了 很大聲對不對 對 然後那個 他在旁邊一直笑我們啊 他就覺得說 你看 我不用蓋住耳朵啊 你看你們那時候蓋耳朵 你知道我在幹嘛嗎 因為我不在切石頭嗎 我沒有手 沿著 很想蓋耳朵 我很想蓋耳朵 可是我的手在那個刀子上面 我不能蓋耳朵 所以我就 就 終於了解為什麼 其實他 他 當那個 那個叫什麼 雕石家 雕刻 對 雕刻的藝術家 藝術家 那 那是他 其實他是聽上 那是他的優勢耶 1 2 1 2 3 4 我們終於抵達這一趟旅行的終點 和平 從台2線 台3線 台17線 台26線 到台9線 勝利到了這裡也算是環島一圈了 為了紀念完成環島 那天在花蓮的時候 我們買了明信片要寄給對方 昨晚 昨天晚上嗎 嗯 昨晚 然後傷心的事 昨晚有傷心的事嗎 其實 我們每次在出發之前 有時候我的 某一些自己的生活上的心情很不好 可是跟你出來旅行之後 我就忘記了 真的 所以這心情非常的愉快 所以呢 而且呢 我覺得我們的旅行 就像在坐這個熱氣球一樣 一直往上飛 你知道越往上飛會越怎麼樣嗎 因為 越往上飛就看得越遠 我有這個榮幸當你的熱氣球嗎 有啊 所以我是熱氣球 你是那個小人 我是小人 小人 不是小人 我是小人 小人 我愛你 沒有人能夠比你強 我為你痴迷 我為你瘋狂 怎叫一人來忘記 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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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醉 沒有人能夠阻擋我 我醉了 醉了 沒有人陪我 千杯 萬杯 再來一杯 謝謝 非常感謝 謝謝 哭哭哭 哭哭哭哭哭哭哭 哭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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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